大家好,我是金梦渐远线 继续讲运作研究 第10.2 吴优可贵牛子的加特形态和船鱼加特的形容 实际上3点提要 我实际上是做同一只食饭要下的 我下完之后我就发现 时间太长了,16-17分钟 我就想分开成两只 所以就把上一期的内容 间成10.1 今期就讲10.2 大家可能在10.1时都发现 我的体验是怪怪的 又因为跟着录来的这两段 我是已经落口 所以就可能这个内容 限制医生就有点奇怪 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下面就是我接上 我之前已经落口的一段视频 接下来就是这个阶梯形态的一个理念 我说的可能 这种概念可能有点不太理解 接下来就是这个阶梯形态的一个理念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那里是2楼 上面是3楼 我们想在2楼上3楼 我们要通过多少段 各种一段段的流级 就是通过两个段 通过甲段和月段 就是你这样一上 首先它2楼是一个平台 你这样一上就上甲段 就在这里一上到这里 上到甲段之后 它那个段又是一只平台 它又到另一只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 再上通过月段 上一上 一上就这样一上 然后就直接到甲段三楼平台了 所以它又是通过两个阶梯 这个是二楼平台 这个是中间的二楼半平台 这个是三楼平台 就是通过两个阶梯 在二楼上三楼 所以我就定意为 这个独立的阶梯段算是两段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形态呢 因为我认为它是会影响人的上楼的感受 就是你这一段寸段是上升的步伐 然后呢 倒在平台这边 又平坦 平坦走几步 然后再上去 我认为它那种 是会影响人的上楼梯的感受 所以我就拿来讲一讲 我们看B洞 刚才是A洞 现在是B洞 B洞它是四段的 首先我们定位 这个甲乙丙梯 它是四条柱的定位 这里两个都是定位 因为它 这里都是东南方的柱 所以我就定意东南方向的柱是丁段 虽然它是两条麦糖的柱 但是我这个定位只是定位方向 不是定位同一条柱的 知道这样之后 我们就看它在二楼上三楼 就是通过四段 首先这一段 这一段 在甲乙业上到柱 那里有一支平台 那支平台就是那支平台 又相当于那支平台 再在柱上到柱 又经过一段 柱上到柱 柱上到柱 那里有一支平台 柱上到柱 那里有什么平台 大概是那支平台 大概是相应于柱 然后柱上去的 那就是这一段 那段上来 上来那里就到三楼 所以它就是经历开四夕 独立的阶态 然后三日平台 那就是从二楼上三楼 所以我定义为它是四段的阶态 四段的阶态段数 D D的呢 就跟AB同一样 它都是四段的 那那里呢 我就是某重细说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片 就知道了 这一平台 那一平台 那一和三个平台 那就是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四段阶态 有意思的就是 四段 四段那里有些意思 它是 怎么说呢 它阶态那里 转角那里 它是出现了一种 三角形 和四边形的形态 就是这里有一只三角形 这里有一只 四边形 它有一只是直角的 那种它是属于 或者可以理解成是旋转的阶梯 它是以那条为柱 然后呢 一二三 三只阶梯 围绕那条柱 做旋转的 那一来呢 它就没有平台了 我们可以代表一下 代表一下 在C档那里 B档 B档是造成平台的 你这个阶梯 你这个阶梯 你这个楼梯间 看一看 好像刺那边 实际上它那里不像的 它那里呢 是必须有平台 私图没有平台 那我就想说 它没有平台 我当这个的理解 就是因为 因为它这个 这个 这个旋转 就是假设 我们假设 我们人是站在中间的位置 那我就理解成 你上三级 你都是一级级上的 比如你这样一级级上来 然后呢 另一只脚做一级 然后另一只脚做一级 做一级 我就理解成 那里是 它就没有平台 我理解成 没有平台 那里都是三级独立的 这个 和那边练买的流级 那如果人 你站在最右边 在那里上 可能呢 你就不要去级一步 可能那里你要 理解成平台 平台就是 因为你这样走出来 可能那里 你另一只脚 还要踏多一步 然后再踏多一步 那就是 我就理解成在中间走 所以我就 我就当那里 在三楼 在三楼 上四楼 就全部一段 我就理解成一段 因为我 就当那里不是平台 那这个 就是我主观的理解 就无论如何都好 它就通过 这个楼梯 就是通过两个转角的旋转街梯 就是这两只 再通过三段梯 三段平平的梯 就在三楼上到四楼了 我想说 这个 我代这个旋转街梯的理解 它就是在一定的空间大小之内 它就兼顾美观和书 一般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你 假如你 你造成三级 你造成一只平台 你假如那里就是一只平台 就是没有两级 就在那里 在那里直接上 在那里 在那里直接上 那我说 你就势必 因为那里有两级的路叉 所以你那只 你那只街梯 你就肯定是 肯定它要斜少少 肯定斜少少 它没有像原本那里 那么斜 肯定要斜少少 如果你要追求 追求原声的这个旋转度 你就必须是要拉长 这个楼梯的长度 所以它就等于在一定的空间之外 就兼顾美观和书室 我们看个章 看B档的来附楼梯 就更加好理解 因为这个角度更加好 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它的旋转练度 为止 夹木柄的三段是互相财值的 它相当于在一个 正枫营 在一个正枫营当中 就在一个正枫营当中 就间七三个街梯 很难是三十度 三十度 三十度 我们就说 我们就说 木断和任断 因为夹断和木断 我觉得还挺好 就是 我们看木断和任断 现在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在木断 如何算任断 那里有三级的路叉 有三级的路叉 你造成旋转的,它就很好的一刻 假如没有做旋转,假如没有做旋转 假如你就当那里有一只平台 像必顽的那里,当那一只平台 你有平台,你要上去 很自然的楼梯就会更加的陡斜 如果你不是陡斜的话 你维持原先的倾斜角度 你就肯定要增大楼梯的空间 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可以鉴成保持佳梯的形状 即是你任断和其他一段 你都是这个矩形的佳梯 那你就可以由鉴成佳梯 这样就会鉴成成三分 三分就是 但一来的话,它就不太好看 你肯定会造成一段一长 就是你,你什么就是新段 这一段新段是短的 就是这一段新段短的 这一段几段,几段长的 而且呢,这条楼梯 它会刮到另一边 就是这里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点 在这里为止 这里是顶点 这里是新的阶梯的顶点 就是这个顶点 这样就有个灰棺 因为我们之前的 所有的阶梯 它都是贴着这个墙壁 墙壁走 所有阶梯都贴着墙壁走 突然间多一架 多一架在中间 在半度放下来 这样就会影响灰棺 如果要解决这种情况 又可以造成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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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变成 新铜矩两段都是梯形 然后再加一间 间断的距形 那么它又形成了三段式 就是一二三 通过这三段式 它要上去 这样就散开口看一点 但是呢 设计者呢 或者说这个设计师 最终呢 它都是认为那种 全部造成三角旋转 那种更加好看 所以呢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 简单谈一谈 我对这个旋转阶梯的理解 和这个方案的改造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个旋转式阶梯的分布 就是 海关球之落洞 就主要分布 这些为止就是 我说一说 依内负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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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程中是 刚才讲的 B内负楼梯 C内主楼梯 C内负楼梯 &E线的 南边 的 这个内负楼梯 3楼上四楼 说 只有3楼上四楼 这就是 其它才是上转的 二楼上三楼 erte不是上转的 还有 este 向 北边的 内负楼梯 aclary 则内负楼梯 无论 二楼上三楼 它已是上转的 以及 F有一部分 重小一点 这是 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分佈,我都看過了 今集就說完了,多謝大家看 下一集就繼續是樓梯的 可能是扶手和欄冠的這些裝飾的特點 是這樣的,拜拜